欢迎来到我们的2022年中大赏的游戏部分的第二期 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 那下一款依旧是一款GIPG 《勇者斗耳龙11s》 那《勇者斗耳龙》它就是古典回合制GIPG的那个味 当你想玩一款现代的画面 但玩法还是原来的那个感觉的游戏 那《勇者斗耳龙》是你绕不开的一个选择 那《酷井雄2》、《叉山浩一》 以及《鸟山明》的《铁三角》 也是保证了DQ系列原汁原味的一部分原因 当熟悉的音乐想起来 怎么不会想起来过去的时光呢 不过《叉山浩一》去世了 那DQ12也是它作曲的最后一部DQ了 买一份游戏应该就是最好的纪念了 不过游戏的流程还是挺长的 而且副标题《寻觅逝去的时光》 也是游戏剧情中比重很大的一部分 我们这里就不剧透了 回合制的战斗玩法也还是经典的味道 没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当你有时间想慢慢的享受一款游戏的时候 可以选择它 那第二首款游戏就是《小Tina的奇幻之敌》 那作为无主之地曾经的DLC 独立成为一款游戏后 还是有无主之地的基调 但也有很大的改动 现在是一款半开放世界的FPS游戏 整体游戏基于跑团的背景概念 由多个地图和大地图组成 大地图也有一定的特殊的可玩的内容 那魔法的比重更大了 然后武器也都和奇幻站上了边 游戏中也有好几个职业可以选择 中期还会开启第二职业 搭配起来选择还是很多的 不同的职业玩法也不一样 但刷刷刷和射爆的爽快还是充足的 剧情上其实是小Tina和朋友 在玩跑团游戏 Tina做GM 我们是一个玩家 也是游戏中的主角 所以我们是在游戏中玩游戏 而且剧情发展中充斥着各种搞怪吐槽 无厘头奇幻的剧情 也总是会有游戏之外的聊天内容 后期还会有游戏中的人物 跳脱出游戏的部分 就还挺有意思 支线比重比较大 而且还有很多支线也很有意思 游戏的中剧内容是刷刷刷的混沌之物 游戏的整个过程还是比较轻松会有趣的 来到了我们的第21款游戏 星之卡比探索发现 谁能拒绝这个可爱的小胖子 这一作是第一部3D化的星之卡比 曾经以为是类似于奥德赛的游戏玩法 但实际上更类似于3D世界 像是奥德赛中收集月亮探索发现 是解救瓦德鲁迪 而且解救越多的瓦德鲁迪 村子里的功能就会更多 可以打竞技场 可以听音乐 可以钓鱼 可以玩小戏等等 而且村子里还有武器店 可以花费金钱和西游时升级卡比吃人之后的武器 而且这次的卡比不仅能够吃人了 而且还能吃汽车 这次新增加了塞满嘴 可以吃很多东西 不仅是汽车 还可以吃售火机 过山车等等 还挺有意思的 但其实也都是关卡中的一环 每个关卡都设计的足够精妙 而且想做到初见的全兽机还是非常难的 开发组也太回藏了 BOSS战其实还稍微有些难度了 可谓儿童还了 总之谁能拒绝这个可爱的小胖子 第二十二部游戏就是幽灵线东京 游戏的背景色令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但实际上是一款开放式的FPS游戏 而且是武器很少的FPS游戏 用手劫引来攻击铃当时还是挺吸引我的 游戏玩起来也很帅 作为一款恐怖极限的游戏 但游戏不是很恐怖 整个主线和某些支线中的剧情演出和场景设计 真的是非常炫酷 但是主线剧情稍微就有些虎后蛇尾了 而且BOSS的动机我觉得有点过于单纯了 整体玩起来其实是稍微有点单调的 但游戏的流程不长 也在烦门之前通关了游戏 总之这是一款极其有特色的游戏 虽有缺点但也值得一往 下一款游戏也是我们今年的第23款游戏 它就是 哒哒哒哒 爱尔登法环 全体起立 我本身是不喜欢玩魂系列游戏的 之前的几部游戏 我也是一部都没有玩过 但是让我不如爱尔登法环的契机 其实是在北京被隔离了14天 但当我走进交界地的时候 就废前往事地把它打通关了 甚至是白金了 它其实没有那么难 只要你把它当成一个ARPG来玩 而且像我喜欢法师做一个陶穴威龙的话 应该也能体验它的乐趣 爱尔登法环 法师的法 仿生泪迪是我永远的大哥 这一部和之前宫崎英高的游戏 最大的区别就是本作是一部开放世界 但是也是宫崎英高游戏的特色 所有内容全部被藏在了开放世界中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自己去慢慢探索 而且任务可能是只有NPC和你说过 且没有任何记录可以查询的 全靠你的记忆 所以我几乎是抱着攻略玩的 游戏中除了开放世界外 还有大量的类似于副本的内容 有几个有着极其复杂的设计 所有能跳得上去的地方 防岩 屋顶和你想象不到的地方 都有可能藏着你需要的东西 游戏中的玩法也是非常多样 有着大量的武器 道具 法术 战机 你肯定能找到一个你喜欢的玩法 虽然游戏的画面的硬水平不是特别出色 战模不是很精细 但优秀的美术风格还是非常好看的 谁不爱看天上的繁星呢 剧情和音乐也体现着黑暗和史诗感 很多NPC的结局也都不是一个合家欢的结局 大量的叙事内容也都存在于NPC的对话 和道具的说明中等等 是完全碎片化的叙事 你只能从中抽丝剥茧 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总之我觉得这是一款不同类型的人 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乐趣的游戏 也是入门宫崎英刚游戏的最有选择 那最后就算我是个陶穴威龙 但还是在一些boss上面坐牢了 所以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压 那我们今年的第24款游戏就是真女神转生5 如果你没有听过真女神转生 那应该能听过女神异文录吧 那女神异文录其实是真女神转生的旁之作品 作为正转相对于女神异文录 它更严肃 更悲伤 更压抑 它的游戏难度比较大 回合制围绕着属性 弱点来构筑队伍 队伍需要通过捕捉恶魔 合成恶魔的系统来构筑 战斗中需要和众魔talk talk的内容也挺有意思的 结果就是可以众魔入队 获得魔祸 或者是再打一架等等 游戏的这次大部分地图 采用了半开放世界的形式 地图还是挺复杂的 经常找不到路 不过地图中存在着大量的收集内容 所以就算走错路 也能有一定的收获 但是游戏的画面不是很优秀 游戏的过程中也伴随着调针与卡顿 那剧情方面 我觉得世界官扑得很大 但叙事有点过于直接了 过于平淡 没有那么多跌宕的起伏 也没有那么的细致 总的来说 这款游戏我觉得是比较挑寿重的 购买之前还需要再仔细地了解一下 再决定是否入手 那第25款游戏就是奇路旅人 这款游戏一眼看上去 就是复古的像素风回合制RPG游戏 但是它的画面 其实并不是传统的像素风 它是非常精致地 被SE称为HDRD的一种风格 包括光影和移轴的风格等等 音乐也非常的好听 大家可以先去听一听它的音乐 剧情方面由八个主角分别的剧情来组成 每个故事都各有特色 八个故事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最后也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游玩的过程中 其实会稍微有那么一点割裂的感觉 最后把所有的事情连接起来的时候 会有一点起GP疙瘩的感觉 游戏的回合制战斗 有两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是弱点和BP系统 每个回合会累积BP 也可以使用道具和技能增加BP 在一个回合内可以使用掉任意BP来进行联机 每个怪物也都会有相应的一个或者多个弱点 也可能是属性 攻击弱点会减少弱点盾牌 当弱点盾牌被消耗完 会进入Brick状态 怪物会停止当前回合和下回合的行动 同时降低防御力 所以整个回合制的战斗 都是围绕着这两点来打的 但整体战斗的难度还是稍微有一些 所以在策略和资源管理方面 还是需要研究的 而且每个角色可以同时搭载两个职业 所以还挺多玩法的 但游戏的支线是那种比较隐藏的 没有指引 需要自己去思考和探索 第26款游戏就是支狼 刚刚有说过 我其实是不玩魂系列游戏的 但当通过艾尔登法环之后 我就觉得我又行了 所以支狼他就来了 当无数次的死字跃然屏幕之后 终于通关了支狼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 再体验当年的TGA 年度游戏的视角 来聊聊这款游戏 首先它不像二灯法环一样 可以法业逃课了 再加上几乎没有RPG要素 所以我一路都是硬拼刀打过来的 相应的就是大量的死亡和试错 当我冷静的背板和不摊刀 干掉BOSS之后 真的非常的开心 战斗的过程也非常的带感 都说支狼是个节奏游戏 真的没错 当当当拼刀的声音 真的令人非常的愉悦 游戏的画面 其实和艾尔登法环 有同样的问题 硬水平不高 但美术非常的优秀 角色机动性也非常的高 二轮跳 勾索 没有体力跳 再加上角色非常的灵活 玩起来也很飘逸 因此地图设计上也相应多维度一些 剧情也比较易懂啊 不是非常的灰色 音乐方面的渲染也非常好 有许多的BOSS战时候我都会非常紧张 本作是线性游戏 虽然指引几乎没有 但大部分的时间还是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的 总的来说你在通关二等法环之后意犹未尽的话 那就来试试之辣 来到我们的第27款游戏 Nintendo Switch Sport 它的前辈是大美顶的VSport 游戏就是体感游戏 包含羽毛球 网球 排球 肌键 足球 保龄球 六个游戏 之后还会更新高尔夫 那羽毛球和网球是我最喜欢玩的游戏 和朋友或者网络上的人对战 节奏是比较快的 也可以用上很多现实中的知识 玩上一会儿还是挺累的 手臂很酸 肌键和朋友博弈也是比较紧张和好玩的 排球相对来说节奏有点慢 玩起来有点像个节奏游戏 那足球和保龄球玩起来 就有点流声于无的感觉了 偶尔玩玩 游戏的体感精度偶尔会不准 尤其是一些关键球就很恼乎 这款游戏如果你不爱玩羽毛球 网球的话 我就不推荐给大家入手了 今年的第28部游戏 师傅 刚打通这郎之后 这个游戏还是有点熟悉的感觉 游戏的动作系统来源于白眉拳法 打击非常的利落 而且有很多变化和招式 而且还有熟悉的架势槽 打空架势可以处决 整个游戏还是挺有难度的 而且经常有被群肉的情况 游戏的关卡设计 美术和剧情演出很有意思 很有艺术风格 在搭配上风格化的电子音乐 真的很带感 但整体流程并不长 一共只有五个关卡 每个关卡可以搜集一些钥匙 或者是门禁卡等 在二次游玩的时候可以使用捷径 游戏里可以积累经验值节奏技能 但只能保留在本周目内 想要完全解锁 需要付出五倍的经验来解锁 游戏的死亡之后也不会结束游戏 会增加角色的年龄 年龄越大攻击力越高 但血量是会减少的 直到75岁会结束游戏 剧情比较简单 但是二周目解锁 武德结局还是对剧情有一些升华的 解锁的方式也比较特殊 需要自己感悟 作为一款独立游戏 确实还是挺令人惊喜的 第29款游戏 蜡笔小新 我与博士的暑假 没有终点的七日之旅 这名字太长 这是一款非常安逸的一款游戏 蜡笔小新应该很多人都喜欢吧 故事主要是讲 小新暑假来到乡下度假的故事 每天都会有一些故事发生 但出于不剧透的原则就不多讲了 在游戏里可以抓虫子钓鱼什么的 但实际上可玩性并不是特别的高 玩着玩着就会感觉无聊的 但是听着虫鸣鸟叫 安安静静地感受淳朴的气息 还是挺放松的 不过如果你不是小新的粉丝 还是不太推荐玩这款游戏了 第三十款游戏 极乐Disco 它是比较特殊的一款游戏 游戏里面有战斗 但它实际上还是一个CRPG 围绕着人物思维的构筑 会在与各种PC的对话中置头子 各种属性会影响头子减定的成功率 不过就算失败 有的也会是比较好的分支路线 游戏的主线其实是一个探案故事 它充斥着大量的文本和对话分支 也融合了各种意识形态 有的时候还是有些难理解 游戏的画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算是比较抽象吧 还挺新奇 整体玩下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整个流程玩下来 还是有着强大的驱动力的 不会感到无聊 如果你能够接受这种 需要大量阅读的游戏形式的话 这款游戏真的不能错过 我觉得它能证明 游戏是第九艺术 第三是一款游戏 在刚玩完一款CRPG之后 又开始玩另外一款CRPG 神剑原罪2 和极乐迪斯科不一样的是 这款游戏是一款传统CRPG 中世纪魔幻风格的CRPG 画风和音乐也都能凸显游戏的风格 这款游戏有着非常高的 可护重性和自由性 CRPG大量的分支巨型的特色 在神剑原罪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你可以完成一个人的任务 拿到他的奖励之后 再把他杀了 再捡他的实体等等 偷偷的带恶人 游戏中的四个角色也是独立的 可以让他们一起走 也可以分别控制他们做不同的事情 比如就可以让一个人和NPC对话 另一个人潜行到这个人的后面 实时偷窃 比如地上有水 可以用冰法术冻上 也可以用火技能变成雾 但也是回合制的战斗节奏比较慢 而且跑图也很慢 所以整个游戏的节奏都是比较慢的 而且后期还有几场恶心人的战斗 真的是让人血压飙升 如果你想入坑CRPG的话 神剑云最二肯定是不能错过的 第32款游戏 刺客信条起源 其实我很早之前就买了 起源和奥德赛 但现在才把它拿出来 主要是因为游戏荒了 再加上起源要出60帧布丁 但是说是5月27号出布丁 结果跳票了 然后玩了一部分 起源就放下了 准备布丁出了再玩 然后就把奥德赛通关了 然后再返回来玩的 起源剩下的内容 所以我们还是先聊起源 作为刺客信条三部曲和RPG化的第一部作品 相信很多人已经把刺客信条 玩成了狂战士信条 有等级 有技能术 有装备构筑 是个标准的RPG作品 当你级别比别人低的时候 刺杀杀不死 是什么感受 但是巴耶克还不算真正的狂战士 这个等我们聊奥德赛的时候再说 虽然游戏在加点上提供了三种思路 但整体游戏的基调 还是偏向于正面纲的 三种路线没有实质的将玩法分割开 起源把古埃及作为背景 主要讲述一个复仇的故事 有着特别多的直线 而且直线大部分都是有设计过的 游戏的演出 效果学呆板 很多站中的对话 但是古埃及的风格真的是太绝了 当你站在金字塔的顶端 俯瞰沙漠 那种感觉真的是不言而喻 所以把它当成一个古埃及旅游末的期 也不会过 紧接着我们就来了第三十三部游戏 刺客信条奥德赛 让我们先说一句 马拉卡 先说说奥德赛的这个副表题 其实这一作用奥德赛是非常贴切的 不只是其他游戏使用奥德赛 代指伟大的旅程 而且它是真的古希拉 真的是河马史诗里面讲的奥德赛 我们的主角卡扇德拉 是来自自巴达的雇佣兵 虽然可以选男主 但是官方是以女生来作为主角的 卡扇德拉才是真正的狂战士 甚至他是摔不死的 甚至后期都不会掉血 而且性格直率活保 从背景和人物设定上都透露着 这才是真正的狂战人心跳 但其实在装备的构筑和加点上 相比起源 奥德赛将猎人 战士和刺客分得比较开 所以想玩成刺客是可以的 但是等级压制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奥德赛丰富了装备系统 也丰富了战略系统 可以在战斗中使用技能 破盾踹人等等 有多少个敌人是 把他从山上踹下去杀死的 游戏里还增加了许多系统 比如说笔中很大的海战系统 一直追杀你的佣兵系统 真正开启无双模式的征服战斗 尽管奥德赛和起源是同期开发了 但多开发了的这一年 让奥德赛相比起源有不少的进步 而且作为旅游模拟器的传统 古希腊的绝美风格 也是不容忽视的 尤其是DLC中的极乐世界 真的是美到窒息 剧情方面就比较简单 总结起来就是找妈妈 找弟弟 找爸爸 但在剧情演出方面 有了不小的进步 基本上是杜绝了战装对话 而且还有一些演出 还是比较帅的 在游戏的过程中 还有着大量的分支对话选项 有一部分会导致 有着不同的剧情发生 但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分支 会影响到整个游戏的故事走向 游戏也有很多支线 但有一大部分的支线 都没有什么设计 基本上就是跑过去杀人 或者是取东西 送东西之类的 而且剧情方面 其实和刺客信条的主线 没什么太大联系 第一部DLC续建的传承 也算是补足了一些联系 但在主线中 能见到很多古希拉的人物 谁不想和苏格拉迪 讨论哲学呢 第三十四部游戏 没错就是刺客信条 100点 作为神话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故事来到了挪威和英格兰 我觉得本作整体上 都做出了进步 甚至在玩的过程中 有点让我有觉得 有在玩大表哥2的感觉 玩起来是比较慢节奏的感觉 画面更精致了 整体感觉是一种 肃穆的风格 但依旧很美 尤其是面对着阳光 看阳光撒架来的感觉 真的是记忆深刻 但是城镇都很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历史上就是这样的 和前两个不来比 简直就是贫贫苦 战斗系统也有不小的改变 敌人加入了招架条 可以格挡降低敌方招架 清零后可以处决敌人 打击感也有那种 拳拳到肉的感觉 很有力量感 甚至加出技能后 可以双持双手武器 不愧是围京勇士 同时加入了体力条 轻攻击恢复体力 重攻击和闪避消耗体力 这次刺杀终于可以 刺杀高等级目标了 不像原来一样 刺杀高等级 只掉一单血那么细剧了 我觉得这部作品 做出了很多简化的部分 这个简化是褒异的 比如装备系统 减少了装备的数量 可以一套装备进行升级 用到最后 游戏中的问号也变成了光点 而稍微缓解了一下强迫症 取消了之前任务 改为了无音导的事件 剧情分为了几条线 主要剧情是和哥哥俊结盟 然后刹带脚推荐了刺客的剧情 古代剧情的结局有点寡淡 但现代剧情又很惊人 甚至我觉得有点离谱了 整体来说 这是神话三部曲中 我觉得最优秀的一部 但我相信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喜爱 可以在弹幕中说下 神话三部曲你最喜欢哪一部 来到第35款游戏 马里欧击战前锋 战斗联盟 看上去它好像是一个足球游戏 但其实它是一款 名为暴球的游戏 毕竟你并不能在足球场上 看到用手控球甚至打人的 它是一款4v4游戏 守门员由NPC控制不算在内 最多可以八个人一起玩 这是一款游玩下限比较高的游戏 需要一段时间来练习 才能感受到它的乐趣 而且当多个人 控制一个队伍的角色时 换人会比较乱 再加上场地不大 球权交换频繁 真的是令人演化了 游戏里的可选角色也不多 可以用装备调整人物属性 我个人不是特别推荐买这款游戏 除非你是可以承下心来练习一段时间 而且和朋友玩的话 还要朋友承下心来练习 好了 我们的2022年终大场的游戏部分的第二期就结束了 请不要忘记收看下一期的 2022年终大场的游戏部分的第三期 非常感谢你都看到这里 请不要忘记你的一键三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